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一米的大牌 现在有几个牢利 河南姆的几个牢利 四个牢利 抬着这个模具盖上去 这个模具比较沉 本来应该用吊起的 我们没用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模具合上 合上模具之后 大家注意注意 检查一下这个对角 把模具吊起来 放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开始使用我们特定的假的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小姑娘 然后合上模具缩好一边 然后另一边用杠杆的原理 把它哑上去 大家看啊 这几个牢利 三四个牢利 好 现在我们开始摇这个驴神 摇这个驴神 大家注意啊 把上面这个这一层 躲鱼的杂质砸掉 现在开始倒啊 现在开始倒 大家看啊 大家看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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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次性的倒门 这一票有三十多年 一次性的倒门 不能停 一开始倒 另一个人也在等着啊 千万猪娘不能断开 大家要注意 这就连续拆宝啊 猪娘是不能断开的啊 正常我们可以拆一个大宝 但是现在是两个人用水摇的 大家仔细看啊 他没断开的时候 我解着摇了啊 另一个人又解着蓄过来了 看到了没有 这租租的三十多年 这个大胚 这就是我们制作的大胚模具啊 要一次性倒门 看见没倒门了 现在真正倒门了 注意这个细节 就是我们逐年 没有任何断开的这个驴神 然后一次性倒门 倒门之后 把躲鱼的事搭出来 这就重复以前的步骤了 大家仔细回想一下 不容易断开 然后我们重复以前的步骤 现在是补锁 就是助力角助力 一个最贤重的特点 就是补锁 把这个躲鱼的事搭出来 然后又摇了一票 惹了一会儿进去 就是补锁 放着它收索 那时候这个屁股这里 就会出现这个马尖 然后我们用盹子 把它盹平 注意看啊 等待的冷却 等待的冷却 完全冷却了 之后等待收索 现在冷却了 我们现在一个人坐上去 把这个甲子松掉 松掉这个甲子 这个模具就可以脱离开来了 这个大胚 以名的大胚 神头大概是28 比较重啊 现在我们是给人家定制的 现在是敌注量 大家注意仔细看 这个角助口在屁股后边 也就是我们的正中点 这就敌注了 现在锁掉这个甲子 然后我们用这个调集 把它打开 打开看一下 漂亮吗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nice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打胚 这是客户定制的 然后有需要的 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这些教程 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 看请读 如果实用模具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防止模具有损坏 取果的时候 一定要效应 效应 be careful be careful 然后把这个果 把这个胚给反过来 放在这上面